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陆佛三分钟 傍晚好 我是欣颖 随着冠病过渡至地方性流行病 教育部不再实行分组返校上课 同学们终于告别网课 在各个补习中心和托儿中心 他们的学生也逐渐回到实体课 新洲瑞报大陆佛社区报走访了各个中心 受访的负责人就表示 学生重新回到实体课 他们除了继续严守防疫措施 还必须为孩子收心 让他们尽快回到实体课的状态 赶上学习进度 追回过去所失去的部分 受访者指出 在全面恢复实体课后 这些中心逐步取消网课 学生也逐步回流 人数已经回到了疫情前的85% 他们也指出 补习中心必须严格把持防疫SOP 因为目前家长们面对冠病已经不那么恐慌 为了避免学生对防疫开始松懈 老师们要不时的提醒学生防疫的重要性 另外部分业者表示 在经历了两年的疫情后 目前各个中心还是处在不稳定的状态 除了家长担心孩子被感染 也有的孩子是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转校或停课 一些补习中心在疫情期间流失了接近70%的学生 目前业者渐渐的看到了曙光 但他们预测 补习业还需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才能回到类似疫情前的状况 接下来涉及贩毒的大马级智障男子 纳加德兰将会在明天 也就是4月27日问调 他的母亲潘查莱目前正在申请撤销有关的判决 新加坡上诉庭也责定今天临审这个申请 因为家属无法找到律师 潘查莱今天会在朋友和摄运分子的帮助下 亲自入禀法庭 至结稿为止申请结果还没有出炉 纳加德兰是在2009年 因为携带42.72克海洛因进入新加坡 在2010年罪名成立被判死刑 他原本应该在去年的11月10日被处决 在之前一天因为确诊冠病获得暂缓执行 在寻求新加坡总统赦免的申请被驳回后 他将在明天被处决 新加坡人权分子韩丽颖也透露 昨天晚上8点左右 在新加坡方林公园有超过200人出席烛光会议 声援纳加德兰 纳加德兰的唐哥特慕利也指出 家属们还在做最后的争取 不想放弃最后希望 新闻最后 本地由中价格持续走高 加上公积金1万令吉特别提款 让西加末摩多车和二手车行在开灾节前热卖 销量比上一个月同期增加了20-30% 西加末的经济与农产品息息相关 今年1月由中价格开始飙升时 摩托车和二手车市场就开始热销 政府开放公积金1万令吉特别提款申请后 就吸引更多人民购买摩托车和二手车 迎接开灾节的到来 西加末摩托车商工会 署理会长陈珍贵就表示 政府宣布开放公积金特别提款后 他和其他的摩托车商业者就察觉 顾客明显增加了 一些顾客在得知特别提款货批后 就缴付了定金 并再三的声明要在开灾节前取货 西加末汽车商工会会长李归清也表示 买卖二手车需要进行验车 两个星期之前 他们预约后 只需要等一两天就能送去处理 而现在进行预约 则需要排期到五月初 他和同行察觉从本月一号开始 前来看车和下定的顾客增加 有的顾客坦言 已经申请公积金1万令吉特别提款 也同样要求在开灾节取车 一些1万令吉以下的二手车 顾客大多都以现款进行购买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新洲日报 新洲网 我们下期再见